社民連主席吳文遠被指向廉政公署舉報後 洩露受查人身份 早前被裁定三項披露受調查人身份等資料罪 全部罪名成立 星期一被判入獄四個月 他獲准以二萬元保釋等候上訴 期間要定時去到警署報道 不得來講 我是絕無悔意 因為我當初做出的披露 都是為了公眾利益 如果案件不是一個政府高官 如果我不是一個政黨主席 整件事根本上 就算我想提高個人知名度 傳媒都不會報道 我會就這件案件的定罪和判刑上訴到底 事發於2016年4月 吳文遠涉嫌透過新聞媒體和Facebook等 向公眾披露時任民政事務局 常任秘書長馮程淑儀 是廉署受調查人身份等資料 辯方求情指 吳文遠披露的資料 只是傳媒已經報導過的資訊 他沒有對事主人身攻擊 也沒有心謀怨慮地要惡意重傷事主 日後必定會以此為鑑 多加小心留意不會再犯 並引述法官撰寫的報告 建議判吳文遠 接受200至240小時社會服務令 但裁判官直指 吳文遠是為了提高知名度 而不是公眾利益犯案 是明知故犯 由始至終毫無悔意 就算考慮到判監三個月以上 會影響到被告參加選舉 也不宜減刑 最終判他入獄四個月 東網記者岑指浩不道